這個Function去幫我怎麼樣?格式化之後 再return回來 回來之後的話再幫他放到這裡 就得到什麼?上面看到的結果 OK 那底下的話呢 還有一個什麼?你應該多吃點 這個地方怎麼做 那實際上的話呢 也是上面我們這個方法裡面的 有個BMI的Advice 那這個BMIAdvice裡面 我也在下面建了一個方法 叫做GetAdvice 在底下這裡 那也就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BMI的最大值 跟BMI的最小值 那這個是一個標準 在那個題目裡面有講 就是說如果是男生的話 最高25 最低20 女生的話是22 在18之間 這中間是標準 這中間是標準 所以我要先知道男生或女生 所以怎麼去比對 這裡的話有個條件 這個條件的話呢 就是我們用什麼呢? Ecos 如果呢 用這個字串 這個字串裡面的Ecos 如果等於M的話 那表示什麼? 它是男生 如果是男生 我們的條件就是這樣子 再來的話呢 女生就反之這樣 如果 如果 欸 條件 BMI如果大於最大值的話 那表示什麼? 太胖了 那太胖怎麼辦呢? GateStream 一樣有沒有 去取得什麼呢? 這裡面的四川支援檔 裡面不是有個什麼? 評語嗎? 這個評語是什麼呢? 過胖的Advice 對不對? 裡面的話就是說 您應該少吃些 並多多運動 這個建議值抓回來 那抓回來的話呢 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return回去 OK 然後反之的話就是 如果過輕就是這樣 那其他else就是什麼? 剛剛好 所以return回來的話 A就是我們的標準值 所以這邊的話上面 這一個結果 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建議值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 我這邊把它講完好了 這一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這個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實作 其實也是一樣 先連結 再來set onclick listener 這個我想一樣 然後實作什麼? onclick的方法 然後呢 執行什麼呢? 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finish 所謂finish是什麼? 就是離開嘛 就是把它關起來 所以呢 把它finish之後的話 這一個activity 就會從記憶體裡面 被釋放掉 釋放掉之後的話 這個畫面 也會跟著釋放掉 那你會發現 下一個頁面 那其實不是 簽下一個頁面 而是什麼? 下一個頁面一直都在 只是說第二個頁面 把它蓋住而已 那打開就切回來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sauce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試一下 當然時間不是很充裕 所以有些已經寫好了 你們就可以拿來參考 試試看 最好當然 以後如果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從頭到尾寫一遍 如果你可以從頭到尾寫一遍的話 那我想你的這個功力應該會大大增加 那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java的部分 因為裡面其實都是java 其實都是java的部分 OK 各位試一下 所以總共切過去之後的話 會需要把bmi結果計算出來 然後呢 把那個 你應該 就是頻語 最後的話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會有三個部分 要把它做出來 那方法當然不見得一定要照 完全一模一樣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 當然也OK 好嗎